原标题 真实版阿凡达 神秘的蓝皮肤家族 隐居深山150年文筷摘封来看一张老照片 这是一个家族的合影 其中五个人有令人惊奇的蓝色皮肤 图蓝色福盖特家族的合影 后期修复 这张照片看上去像来自童话世界 让人联想起蓝精灵或者阿凡达 但是这是一个真实的家族 蓝色福盖特家族 他们悄无声息的生活 在美国肯塔基州森林深处 整整150多年 1820年 一个叫马丁福盖特的法国人移民到美国 他一出生就皮肤发蓝 被父母遗弃到孤儿院 长大后他不愿待在法国 宁愿跑到人烟稀少的肯塔基州麻烦西村居住 当时美国政府向愿意在那里定居的人提供的免费土地 除偏僻的肯塔基州麻烦西村马丁和一个叫伊丽莎白史密斯的红发女人结了婚 按照后世科学家的解释 他们的结合概率只有十一分之一 因为他俩都携带一种极其罕见的隐性基因 夫妻俩生育了七个孩子 其中四个孩子的皮肤是蓝色 不过尽管拥有难以置信的肤色 但孩子们和其他人一样健康 展开全文麻烦西村人口非常少 一共只有五户家庭 这意味着马丁的孩子长大后没有足够的伴侣 因此马丁的一个儿子与伊丽莎白的姐姐结了婚 是的 你没看错 他举了自己的姑子 这个偏远的村子很闭塞 直到1912年也没有通铁路 一百年来 傅盖特家族住在聚集在一起的小木屋 没有多少机会与外人通婚 一些正常皮肤的家族成员陆续搬走了 剩下的蓝皮肤成员只能继续近亲繁殖 于是蓝色基因一直延续到每一代 图 正常肤色和蓝皮肤的手指 这个隐藏在山区的神秘家族 还是引起了外界的注意 但好莱坞的电影社制组 试图来制作纪录片时 遭到了愤怒的驱赶 因为那些天生蓝皮肤的人 宁愿继续生活在森林深处 也不愿被外界称为怪物 图 阿凡达中的蓝皮肤 土著 受到了傅盖特家族的启示 大约1960年 蓝色家族引起了肯卡基大学血液科科文博士的注意 他找到了一对愿意合作的傅盖特家族兄妹 对他们的病情和血统进行了详细研究 断定他们是隐性高铁血红蛋白血症 Latage基因的携带者 他找到了治疗方法 缓解了症状 并减少了皮肤的蓝色 图 科文博士与傅盖特家族兄妹 随着交通和科学的发达 傅盖特家族终于走出了大山 不再近亲通婚 而在新的环境中寻找到伴侣 蓝色皮肤在家族后代中逐渐消失了 最后一个蓝皮肤家族成员 是1975年出生的本杰明 他出生时 皮肤难得发子 但经过治疗后与正常人无异 但和绿巨人一样 当他非常生气时 皮肤会瞬间变蓝 只是不会变身而已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